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大家請客起立 走開 大家請坐 各位同心 大家好 好 這樣後面聽不懂 我們今天要利用這一節口的時間 我們來談一談 這個所謂的新時代 新台灣跟新的契機 新的時代 新的台灣跟新的機會 在要不要我們進入這個主題的進行 我們要稍微思考一下 為什麼大家都要坐在這個地方 目的是為了什麼 我們為什麼會坐在這個地方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公平正義 為了幸福的生活 還是為了台灣的前途 還是成就自我 成就自我 成就自我是什麼 就是我們長期以來 都是被壓迫的 你自己沒辦法發揮 就是這個社會整隻把你牽制了 你完全感覺沒有前途 這是普遍現在的年輕人 普遍的感覺 這裡面你應該都可以找到 跟你類似的 的情形 有些人是為了公平正義 有些人是為了幸福的生活 為了台灣的前途或是成就自己 那這裡面呢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 坐在這邊主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彼此 要稱呼我們彼此是同心 大家可以放輕鬆一點 還有一個我們從這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什麼 就是我們為了什麼 就是要改變 要改變現況 對不對 再來看一看 我們想要過的是什麼樣的日子 乾杯 這個不用講太多 我們長期就是這種感覺 對不對 這個我們帶過去就好了 事實上我們應該要這樣子 是不是 我們的願景應該是這個樣子 好 我們再來講一下 生命的意義 我的感覺啦 據我所了解 生命的意義是 透過各種體驗來學習 經過學習來尋求進化 這沒那麼簡單 一般會想說 我們突然就生出來 時間到了突然就回去 如果是這樣 一個人一個輩子 那也太浪費這個空間了 是不是 所以絕對有它的意義存在 然後我們面對共同存有 存在應有的態度 我們就要知道說 我們跟這個世界的萬物 其實是生命的共同體 自己都是同一體 無論是各種人種 族群或物種 都要秉承共存共榮 合作共享的精神 現在新的時代 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 共存共榮 合作共享的精神 所以我們才能夠 走向興盛跟環農 像這個植物 動物 這些存在這個世界上 不是 不是讓我們壓迫的 我們是應該 以萬物之靈 我們是應該照顧他們 然後 共存共榮 興盛繁榮 這樣子 再來 所謂什麼新時代 我們從四個面向我們來看 第一個 何謂新時代 新舊時代 是什麼特質 有什麼不一樣 新舊體制對我們的影響 那個新時代裡面 我們應有要面對的 那個態度 那個思維是什麼 新時代 新時代 有人知道 2012 12月21號 是什麼日子 有人知道嗎 有沒有看過2012內部電影 有 很精彩嗎 是不是真的 真的嗎 不是啦 應該不是真的啦 如果是真的 我們就不會坐在這裡了 可是在這邊 我要跟各位講 是真的 只是說 它發生的情形 不是電影裡面看到的那個樣子 其實 2012 12月21號 是舊時代的過去 新的時代的來臨 就是所謂的 房間時代 是光的時代 它有哪些特性 我們來稍微 研究一下 舊時代 讓你感覺是什麼 各項的資源都很缺乏 各項都欠了 大家都在互相 你真我奪啦 這樣子 還有就是你生活就在恐懼裡面 你不曉得你的明天在哪裡 你擔心戰爭 擔心恐怖分子 還有分化 分化就是什麼 像金字塔一樣 有最底層的 有中間的 一直到最上面 然後一層壓迫一層 還有就是欺騙 很多東西都是用騙的 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這個我們帶過去就好了 因為我們著重在新時代 這個新時代 其實最大的特質是什麼 就是這個個人的意識的覺醒 這個個人意識的覺醒 不是 不是說 你就自私自利 而是我們如果透過這個個人意識的覺醒 你會感覺到 我們大家呢 其實是生命的共同體 大家是都來出港節的地方 大家其實呢 都是兄弟姐妹 真相的顯露 這就像現在 像我們時常在講 那個 攤在陽光下 攤在陽光下有什麼意義 就是你 可以讓你看事情看得很清楚 一些有的沒有的 那種黑暗的那個部分 都會顯露出來 像你觀察我們現在 世界上的現象 我們台灣也好 很多黑暗民都在你爆發出來 然後這個全方位的蓬勃發展是什麼 你個人意識的覺醒 跟新時代是怎麼樣 你每一個人呢 你都可以充分的發展你的天賦 然後透過分享 大家都可以分享 每一個人他的天賦 創造的成就 然後所以說 你就可以我們是全方位的 整個社會的蓬勃發展 新舊體制產生的影響 像階級鬥爭 資源壟斷 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你資源壟斷 就是說你全部的資源 全部的錢 絕大部分 全部都是落入少數人手中 大家有這個感覺嗎 有嗎 然後我們後面會說到 那個鐵學工廠也一樣 對吧 一個人在上面 然後壓迫所有的人 然後所有的人是要鐵學 探警舊 然後他自己可以累積百億千億 這樣也不對 然後這個新的體制 我剛才說的 大家有那種合一的觀念 透過共享共存共榮 然後我們共同擁有 彼此天父所產生的成就 然後就可以 過著喜悅的生活 然後面對新時代我們應有的思維 其實就是了解真相 掌握這個時機 還要配合世界的脈動 因為你不配合世界的脈動 你就被世界淘汰 了解真相是什麼 可以像我們在山內 你第一 說要迷失方向 可是你手上有地圖 你第一個動作是做什麼 就是要了解你的處境 你的位置在哪裡 所以你了解了你自己的位置在哪裡 你就知道你下一步該怎麼走 你不會走錯路 你不會走錯路 永遠找不到自己的家 接下來 對不起 在這邊我有一個小小的領悟 對我的那個 給我的幫助蠻大的 我希望說 我在這個地方提出來 然後對大家有幫助 因為各位現在是初級班 然後在完成高級班 各位將來都很有機會在 我們台灣每個階層 擔任重要的職位 你們都要做出很重要的決策 所以說你們態度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就是那個共存共榮 大家是生命共同體 接下來我要講這個就是 像我以前我在學校 我修的是電子工程 我對那個自動控制 人工智慧 還有那個智慧載具 我特別有興趣 所以對那個會動的東西 我有一點了解 所以說有一次我在 在測試我設計的一個裝置 結果它出來 那個效果非常好 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所以那個當下 我很高興 甚至我心裡頭真的覺得 還蠻得意的 可是在這個時候 我的前面 我飛來一隻小小的裝置 不是這麼大 比這個小很小就像小螞蟻那樣子 就在我前面飛來飛去 我給它撥開它又飛回來 結果後來呢 這隻小蟲就停在我的儀器上面 我就仔細觀察 仔細觀察了以後 我很震驚了 我心裡想 天啊 我要什麼時候 才有辦法設計製造出一隻這樣的東西 你知道嗎 因為像我剛剛講的那個自動控制 像智慧載具 那是什麼 智慧載具好像像像美國那個無人飛機 無人偵察機 那是一種載具 那個什麼 那個自動控制像什麼 跟那個加上人工智慧 就像我們產業機器人 所以這些都是一種人 自己也會配合這個環境做反應 你想想看 我們設計那種東西 結果有這個 你要模擬一隻這樣子的機器出來 那是非常非常的困難的 所以當下 我覺得我自己很渺小 你知道嗎 我就自己覺得像什麼 像一個小baby在地上那個 玩那個積木 然後好不容易擺出一個房子 自己就好高興自己拍手 我那時候心態是這樣 結果一看到這個以後 我真的才領會什麼 造物主的偉大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 對人啊 對事對物的態度都改變了 因為都要懷著一個什麼 一個敬畏 還有一個開放的心胸 所以說為什麼我要說這個 就是因為在座各位 你們將來都會擔任重要的職務 所以你要秉持就是我前面講的 還有就是一個 你凡事就是要有那種敬畏的心 要有一個開放的心胸 這樣你才會做出符合台灣利益 跟全民所需的決策 這就很重要 不管你走在哪裡做什麼事情 人的心是最重要的 人的品質是最重要的 新台灣 這個新時代的台灣跟歷史的真相 這幾天我比較快一點的把它帶過去 詳細的 這一定要去看秘書長那個新台灣論 因為裡面的論述非常非常的清楚 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個就是我們法理的依據 這個新時代下的台灣 就是在這邊我必須要引用我們前輩 徐格林徐先生他講一句話 就是說在關鍵的時刻 就有關鍵的人 對不起 有點卡住 我要講的就是我們秘書長 然後他在2004年 他是依據那個國際法跟戰爭法 然後在2006年由他代表 控告美國 這是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控告什麼依據什麼 依據美國美國總統 違反人權的那個權利 還有就是說違反戰爭法 這個你們在秘書長的課程裡面 都可以聽得到 還有就是秘書長的基本書 這是一定要研讀的很透徹的 那我們仔細來看 因為這裡 我們再放大一點 我們經過了他控告以後 經過幾年的訴訟 最後我們得到一個美國聯邦高等法院的判決 這幾個判決很重要 我把它唸一次 第一個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這點就是釐清 我們本土台灣人真正的身份 你是誰人 第二個本土台灣人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至今能生活在政治列印當中 台灣人在美軍軍事佔領中 這三點 這三點就是敘述我們台灣的處境 你現在站在哪裡 你是誰人你現在站在哪裡 第五個 第五個 美國行政單位應主動協助原告的訴求 這一個 這個是我們的機會 我們的契機 台灣歷史的真相 這我也簡單的敘述一下 中日教武戰爭以後 滿清打敗 被日本打敗 然後我們台灣澎湖跟這個周邊的列島 由滿清就割讓給日本天皇 然後日本天皇他不是丟著不管 他接著就是黃明化 黃明化以後最重要的是在1945年 4月1號他頒布明治憲法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那時候開始 事實上我們這塊土地 我們這塊土地已經是日本天皇 擁有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是歷史的屬性 然後我們就要了解一下就是 我們是屬於太平洋戰區 我們不是中國戰區 以前我們所了解我們都被抓進去裡面 所以我們是中國戰區 其實不是 等一下我會讓大家看一下 還有我們這個台灣治理當局 它真正的身份是什麼 那我們為什麼要了解真相 其實就是知己知彼 你知道我們自己是誰還是站在什麼地方 我們要設法 先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然後接著就是在座必勝之魔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要了解真相 因為你了解真相了以後 你就可以建立信心 那有的信心你會產生信念 有的信念你會產生力量 那有的力量你就可以成就大事 這個大事是什麼 就是大家的夢想 我簡單給各位看一下這個 中日交五戰爭這個情形 大家看過去就好 太平洋戰區 太平洋戰區 你要去Google一下 你打太平洋戰區 你就會找到這張圖 你如果打中國戰區 出來不一樣 所以你要知道 我們是屬於太平洋戰區 這裡面有關係 這張圖 提供我們三個訊息 我們看紅色的地方 這是日本 是日本所擁有的 戰友的 藍色的部分 我們現在就看這兩個顏色就好了 像這裡是菲律賓 這個是美軍 事實上我們 是跟美國在作戰 另外還有一個 我們台灣的戰略地位是在這裡 你要看這裡這個島鏈 我們剛好在中蘇的位置 這是兵家必爭之地 第三個 就是我們的DNA 我們是什麼人種 歷史上 不是歷史上 這個六七十年 我們被教育的是說 我們是從這邊過來的 有沒有 事實上 我們是屬於這個島鏈的 這種 從這個越南 台灣 琉球 日本 一直到北方的阿拉斯加的 埃斯基摩人 我們裡面 八九十的DNA是相似的 是相同的 其實我們的民主性是 是不一樣的 跟他們這邊的是不一樣的 跟他們這邊的是不一樣的 各位如果想要了解 都有專門的書局 跟專門的論述可以去查 這個是 在這個地方 我要讓大家了解的就是 日軍的戰力 跟美軍的戰力是非常的懸殊的 比如說 像這個 零四機 它差不多只有1000匹馬力 像晚期一點的這種五二型的 還更糟糕 因為為什麼 沒有汽油 沒有汽油像台灣的零四機 是怎麼用你知道嗎 用酒精加壁馬油 酒精加壁馬油 各位知道嗎 就是人家遙控飛機在用 所以1000匹只剩下 750匹到800匹馬力 接下來你再看 美軍的這一種 2000匹以上 像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 所以光只是推力 就三倍於日本的飛機 我要講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 我們日本的民主性 還是 讓美國吃盡苦頭 那就是民主性 是民主這個本性 它的韌性有多強 這個是B29 我小時候就是 阿公跟我講的就是 我那時候不曉得是什麼東西 反正就知道它是來轟炸的 所以這個就可以證明說 當初 當初我們是跟美國在作戰的 這個是神夢特攻隊 然後重創美國的航空母艦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圖 那邊有很多群島 那些獵島 他們的美日雙方的爭奪戰 在這個地方就是結束戰爭的關鍵 有些原子彈 一顆在長崎一顆在廣島 這裡面 其實 重點是 日本天皇他是 不忍他的子民繼續遭受破 就是傷亡 要不然之前 之前那個B29 在大轟炸東京的時候 那一下去的那個燒魚蛋 死的人比這個 原子彈還多 這個是日本戰敗投降的一個歷史鏡頭 我們再簡單來看一下當局他真正的身份 後面是日軍投降的這個鏡頭 最大的訪言 對不起 最大的訪言就是這一張 這個中華民國的軍隊 他只是代理佔領 代理佔領 因為我們剛剛看 事實上我們是跟美軍在作戰的 你知道嗎 然後日本戰敗以後 他只是代表美方來佔領台灣 所謂這個光復台灣 台灣早就已經是 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還光復什麼 所以你看 這上面 最上面這裡 就是美國國旗 然後呢 這下面這麼大的國旗 從一開始他就想要用騙人 所以說 他們那個時候的身份 這個當局真正的身份是什麼 代理佔領 然後結果後來呢 在1950年 那時候 他們被那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消滅了 那時候其實他們已經滅亡了 他們這些人呢 在這邊變成什麼 流亡政府 所以才叫做Chinese Taipei 這個由來 國際法的由來 拿破綻時代 之前呢 就是說兩國打仗 你如果打贏 那個土地就是被他併吞了 對吧 可是到後來呢 大家覺得這樣不對啊 那個列強覺得不對 如果繼續打下去 那全世界就只剩下一個國家 那幾個國家 那幾個列強 他們就是怎樣 就是這個心態 各個有信心 可是各個沒把握 所以他們就產生這個共識 要有一個國際法 大家來遵守 然後這些共識呢 就是我們比較弱小的國家的一種保障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共識 神聖的領土不得分割 所以台灣呢 是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有可能被併吞嗎 不可能 它的延伸是什麼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你譬如說西藏流亡政府在哪裡 在印度的達南沙拉 那韓國流亡政府在中國上海 你如果這樣說如果要合法 這樣西藏 印度變西藏的 中國變韓國的 就像我們台灣現在流亡政府 他們想要就地合法 他現在是在台北 可是他要你是要你整個台灣 這樣合理嗎 不合理嗎 還有這個南海爭議 南海這個地方 有很龐大的資源 是每個國家都想要有的 那希拉蕊 這是美國的那個國務卿 他曾經講過 這個南海的爭議 要各國憑自己的實力 按照國際法來解決 你自己還有實力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講國家利益 美國在講美國利益 我們也講台灣利益 問題是你有沒有實力 來保障你自己國家的利益 對 所以我們呢 我們現在最主要是台灣地位正常化 我們要走入國際社會 當然是一定要遵循這個國際法 因為這是大家的國際上遊戲規則 這是我們必須要遵守 如果你要跟人生大富翁 你也要懂人家的規矩吧 對不對 你才能夠玩吧 才能夠進入那個領域 我們手中的兩把寶劍 就是神聖領土不得分割 這個寶分 就是砍斷了中國想要併吞台灣的企圖 對不對 因為神聖領土不得分割 他們一直秉持的就是以前的那個開羅宣言 那個只是宣言 它沒有條款 第二個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斬斷了 中華民國這個流亡政府 企圖想要在台灣就地合法的這種 這種夢想 新契機 我們來看一下本土台灣人的特質 這是我們 接下來是我們自我管理的機會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還有我們擁有是豐富的資源 然後台灣民政府呢 是有良好的公共政策 跟要落實它的決心 這個後面這個落實的決心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你有好的政策沒有落實的決心 那是空口說白話 沒有用 台灣本土 盆土台灣人的特質 DNA 這我剛剛在前面那個大圖已經解釋過 我們比較趨向於海洋民主 是不是 我們是一個島 四面黃海 那它的特質是什麼 大無味 是不是 能夠刻苦泛濫 有寬大包容的心胸 這個部分 包容心 這個也是我一直覺得 我們台灣這麼久的歷史以來 從來沒有建立自己的國家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能覺得 四海之內皆兄弟 所以我們不會畫地自限 這塊島就是我的 這樣子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歷史時代歷史的印證 這個各位可能聽課或許也會聽到 就是說 像日軍戰敗 離開的時候 它有好一段時間是 我們台灣是處於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 犯罪率是零 還有就是說 在日治時期 在台灣有舉辦過那個 世界博覽費 那時候的規模是世界一流的 接下來再來看台灣之光 歷代呢 我們從教務長那邊 我們可以聽到很多歷史的真相 我們有很多歷代的先賢 像我們有世界最一流的醫生 世界一流的藝術家等等 然後像我們高砂族 這個紅葉棒球隊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 現代之光更不用講了 我想我們台灣之光是太多了 不只是人 我們的產業 我們的產業也是一樣 都能夠到達世界的水準 不是這個治理當局一直矮化我們 我們是台八子 或是把我們當人看 我們要把握就是這個自我管理的機會 因為在這個我們在台灣這個環境 因為歷史的真相造成的對立是什麼 它沒有幫我們當作是自己人 事實上表面上它告訴你 我們大家都一樣 可是骨子裡呢 它把你當作是敵人 所以有這種對立的心 也對這塊土地沒有認同感 它怎麼會好好的管理這塊土地 管理這塊土地生活的人民 所以說呢在這個時候呢 我們有這個機會 我們全部的人我們同心 能夠真心的為台灣 珍惜自我管理的機會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擁有是豐富的資源 這個應該很多前輩在這邊都很清楚 我們的土地非常好 當然現在被污染得很嚴重 可是有新的科技可以解決這是問題 豐富的海洋資源 因為我們四面黃海 南洋的油田 這個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很大的資源 優越的軍事戰略地位 這我剛在大圖那邊也讓大家了解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我們有高品質的人力資源 這些人力資源是長期受壓迫的 各個階層 不見得說一定是竹科的工程師 我們種田的 我們養殖的都可以培育出很棒很棒的東西 或產品 還有就是說 再配合就是我們有良好的公共政策 還有落實的決心 良好的公共政策隨便講 就是說住者有其屋 你不會被你的房貸一輩子 不吃不喝二三十年 然後才有一個欺身之地 還有全程教育 全程教育就是你有辦法練到哪裡 國家就培育你到哪裡 有很多社會福利 這個陸續你們都會聽到 環境重建 也是說我們是很重視反寶的 還有就是聯名的政府體系 這個你們陸續會被強調 這個聯名為什麼要聯名 這個後面我會跟大家解釋很重要 還有就是我們一定是落實公平正義的決心 所以我們要保護這個時機 然後把台灣建立一個美好的家園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再簡單談一下 潛談一下各領域的重建方向 執政在即 希望是越快越好 我們必須要了解台灣的處境 配合國際的脈動 運用我們剛剛講的資源 在各個層面重建台灣 你各位可能會覺得說 我講重建好像太超過了 好像沒那麼離譜 那是因為什麼 我們在這個環境已經習慣了 就像你在黑暗的房間裡面 久了你習慣了 當這個光明來臨的時候 當美好的生活擺在你眼前的時候 你就知道有多不一樣 所以這個就是 所以說我們要重建台灣是各個層面 所以它是一個巨大的工程 需要靠大家一起努力 在每個地方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才能 你完全不設限 知道嗎 所以接下來我們從政治經濟公共建設 這些我們來稍微淺談一下 其實這個地方這麼多 我們都有很傑出的人才 那我們政府的責任是在哪裡 就是解放這些人才身上的枷鎖 讓他們能夠自由發揮 能夠徹底的發揮他們的天賦 我們先談政治 簡單談 這一個是德國戲劇大師 這個布萊西特他曾經講過的這句話 我蠻認同的 他說有人 有耳朵聽不見 有眼睛看不到 然後不參與政治 然後他們不知道 這些人不知道 這些你的所有的生活費用 大豆價格麵粉租金醫療費用等等 你的生活所需 其實呢 跟這個政治決定是息息相關的 你政治的決定 你的決策 再再影響民生 所以說有些人還說 政治 自己討厭政治 可是我們台灣情形有一點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被這個治理當局 一接收以後 代管 接著呢就是228 他可以說把台灣的精英全部消滅殆盡 接下來就是白色恐怖 所以接下來就是我們 我們長輩就是告訴我們 你就一拍一拍攝下去鋁蝶蝶 然後正在不正常 其實他就是要你們不要理政治 然後決策他們來做就好了 所以說為什麼這個影響就很大 其實政治是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每一個人都應該關心 我先講關心 所以說你對政治的人感 你社會就會出現這些有的沒有的 最可悲的就是這個貪官污吏 這個貪官污吏它就是剝削 然後接著就是搞垮你整個社會的經濟 還有就是它就會配合這些大企業 然後我們所有一般在金字塔 中下方的人就變成奴隸 簡單來講何謂政治 政治其實就是管理眾人的事 舊體制其實 大家都是在這個環境長大的 然後深深的感受 你們真的覺得你們是國家的主人嗎 有沒有感覺 有用嗎 前兩位流亡政府總統的請思 你知道像李登輝他講過 我不是真正我的我 陳水扁總統說 我做不到的別人也做不到 這個其實不能太怪他們 他們其實到達裡面那個位置以後 才發覺真正當家的不是我 知道嗎 他們其實有很多的無奈 所以阿扁才會有一本書 叫做他在背全台灣人民的十字架 新方向 我們就是要能夠確實的反應民意 落實人民所需 要以這個造福全人民的心 來為大家做事 接下來我們講經濟 也是潛談 經濟的活動 它產生的效應 是直接衝擊我們每一個人 你有錢沒錢 這些衝擊你個人 衝擊你的家庭 衝擊你的社會 以前的舊體智慧是什麼樣子 簡單講我們以前基本上是貨幣經濟 這個貨幣經濟本來沒有什麼錯 譬如說你一千塊錢的鈔票 你就要有一千塊錢等值的房金 跟它對等 然後你才能夠一千塊 不然的話你有時候 都靠房金也很麻煩 你要買一輛車 動輒一百萬 你要扛一百萬的房金 去買你要的東西 如果房子呢 你怎麼買 所以 可是後來會產生什麼情形 就是貨幣這個東西是集中控制 在經過這些銀行 它則循環借貸 你一百塊存進去的價值的東西 它可以這樣亂亂 這個資金流可以變成一千塊 可是那底下全是空的 全是空的 然後它造成的是什麼 多數人就成為借貸的奴隸 然後呢 那些資源慢慢的被這些少數人吸收走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就是會產生這樣的情形 然後我們的過程裡面 那時候有呼籲大家是大膽吸進 其實它目的是什麼 掏空產業 脫寡財政 這後面也會講到 然後這個不當的舉債 就是債留子孫 你要舉債可以 可是你要用對地方 而是要真正有用 低效率的鴻海策略 我以前就是進入社會的第一個工作 叫做Reverse Engineer 就是逆向工程師 逆向工程師 這個逆向工程師是什麼意思 就是老闆到國外或是客戶給他一個機器 或是一個裝置 然後他拿來 我們就把他全部拆開 然後再用最低的成本 然後達到同樣的功能的產品 然後降低價格 然後他可以用更低的價格買到 我們的利潤空間也增大 可是那時候為什麼會產生很負面的影響 就是大家都是拼價錢 殺得你死活活 就是在那紅海裡面決鬥 其實利潤都是非常非常的薄 接下來就是我們永遠的代工業 我們沒有真正的基礎工業 很強的基礎工業 像我覺得我以前如果說在開發東西 你要什麼零件 重要零件 總是握在國外人的手裡 以一台機器設計出來 大部分的利潤都是被國外的人占走 到目前都還是 像這個鐵血工廠我剛講過 這個是不足取 其實我們要的是每一個人都很快樂 都很富足 而不是壓榨大部分的人 然後成就幾個人 所以他產生的負面效果就是什麼 資源落入少數人手中 多數人成為奴隸 為生活掙扎 你為了生活每天都得要朝九晚 晚上搞不好還要加班 這是一個星際的雲圖 為什麼我要讓各位看這個 如果正常就像經濟佛動 它裡面的這些互動 它是非常頻繁 裡面有的東西都是生生不息 然後非常的活動 非常的豐富的 縮小我們地球也是一樣 我們這個地球正常的發展的話 裡面的萬物都是可以欣欣向榮的 我們在縮小範圍來看 這是蘋果樹 蘋果樹呢 你要靜雄 應該這個樹幹吸取這個土地的營養 然後有空氣 有水 有陽光 然後正常它會長出這麼漂亮的蘋果 這個蘋果就很大 很棒 可是如果多了這個呢 會好嗎 這個是什麼 果菜蟲 果菜蟲呢 它會等這個蘋果 開始在成長的時候呢 它就鑽到裡面去 啃食裡面的果實 這個蘋果本來是一個很好的經濟活動 後來變成什麼 變成一顆爛蘋果 我們要這條蟲嗎 我們要去除這條蟲 好 這邊 這個圖我簡單的 其實把部分挪出來 其實整個的系統是更複雜啦 從這裡面 我們可以簡單的敘述 整個的財政支出是什麼樣的情形 國稅局呢 它吸取每個人 每個方向來的稅收 對不對 這個稅收呢 統籌以後就交給財政部 財政部呢 再支付給政府的各部門 各部門呢 比如說就有國債本利啦 公共建設啦 公共事務等等外交選舉 一個正常的政府運作 這些都有可能 比如說像這個銀行呆帳也難免 可是人魔不張 惡性的呆帳 在我們這個地方很多 全部都要你納稅人的稅收來買單 那這個國債 你要一個政府要建設 有時候不得不要舉債 可是你如果用在良善的 那就OK 問題是你要是沒有良好的政策 你這些舉債就是債留子孫 然後像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照理一個國家來講 公共建設是絕對必須的 可是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豆腐渣的工程那麼多 因為在民間時常在講 一千萬的預算真的到施工者的手上 大概剩下一百萬 這些錢都掉了 公共事務啦 這個也很可笑 我們花博你知道嗎 也花很多很多很多錢 各位應該有到國外去看看 人家真正的博覽會是什麼樣子 那真的是差太多 太多了 購買軍隊更可笑 各位如果說慢慢了解 我們整個台灣的處境 這個地方是完全不需要的 而且這邊 這邊的重最大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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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選舉 有些是發費 這是應該的 可是我們是有賞的選舉 像我們最近的總統大選 候選人可以拿到三十塊 政黨可以拿到兩百塊分四年 這個地方全部加起來兩個政黨 兩個候選人 就都好意 大家可以去算 外交 那更不用談 我們是所謂的 不是我們 他們 所謂的是 金援外交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國際地位 你憑什麼跟人家講外交 這就是我們要拼的方向 就是 國際地位正常化 所以 我們這樣看起來 一個正常的運作是這樣 可是問題理論如果長很多蟲 那就糟糕了 所以為什麼秘書長會一直強調 我們絕對 絕對 不容許這條蟲存在 大大小小都不行 那我們應該走的方向是什麼 除了我們要有一個很好的 聯名的政府體系 接下來就是 我們要充分發揮個人的才能 然後呢 你要有一個審核 平靜機制 這是幹什麼 就是將來呢 或許有機會 我們會建立一個共同基金 這是一個文明社會 其實應該要走的方向 那這個基金呢 其實是每一個人 你只要有很好的構想 你都可以去申請 可是呢 當你在運作的時候 其實你不是占為己有 而是分享給大眾 然後一定要有一個誠實開放的 銀行體系 你絕對不能有黑箱作業 生命共同體這個概念一定要有 像這個專利的迷思 專利是什麼 就是所有的利潤 是專門的公司所擁有 這裡面有缺點 這裡面有缺點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多年來發生一個現象 就是你好的醫療技術 你有很好的科技 如果跟財團 如果有衝突的話 這些利益不會釋放出來 就會被這些財團收購 比如說我們講一個人員 我們現在人員 電費很高 油價很高 那為什麼 因為他那種方式的成本很高 然後轉嫁給各位 你如果說有一個很好的產品 然後你去申請參與 他一看 哇 那我本來要做的生意不用做 那這個專利呢 就被隱藏起來了 所以事實上 我們應該走就是分享的路線 我們要運用的就是 創造性的想像力 落實高效率的南海策略 這個 南海策略跟我們前面講的 那個洪海策略是不同的 南海策略呢 就是你決策的人 你要為大家找出新的方向 要用這種創造性的想像力 不是毀滅性的 是創造性的 然後呢 開發新的產品 或是開發新的路線 然後創造新的市場 這樣才能夠活絡整個經濟 因為你不用去跟人家 殺那個最低的成本 它很微薄的利潤 所以為什麼要以瑞士為師 瑞士他們就是這樣 他們跟我們一樣也有進口材料 可是呢 它的材料 走去瑞士裡面 賺一圈出來 好幾倍的利潤 比如說我拿一個 我們一般土木工程師 或建築或是引建業 他們很常用有一種裝置 差不多這麼大 其實它是雷射測距儀 你如果說是大陸製的 可能三千多五千 台灣的大概七八千 瑞士的一個要兩萬 問題是 重點問題是 每一個人都買他的東西 因為他真的好 所以呢 有前面那一些跟這一些呢 我們就能夠有高效率的環農經濟 用讚賞跟肯定取代競爭 因為大家都擁有嘛 知道嗎 只要是好的出頭 不是他就全部拿去 是全部的人都共享這樣的成果 所以說 有時候你在比或怎麼樣 在審核 其實出來的東西 是受肯定的 然後大家擁有 用的都是最好的東西 講到公共建設 這個就是大中國高官的情節 他覺得 出了這個二戰的時候失敗 大中國高官的情節 他其實台灣這塊土地 是蠻方之地 其實在他們眼裡 我們這裡是鳥不語花不香 藍無情女無義的地方 所以說在甲午戰爭以後 那你要那就給你吧 然後對這塊土地沒有認同感 然後對立還有戰居的 就是說他們有一個心態就是 我只是在這邊沾一下的而已 後來發覺戰一下不行 那就想要永久佔有 然後一黨領政之下 貪官污吏一堆 近年來就是擦明目 其實是不差預算 因為都是舉債 所以結果就是說什麼 無心建設 然後利益導向 然後豆腐渣工程處處 然後形成生命財產的損失 這些 很多啦 各位應該都很清楚了 所以有心沒有心 決定一切 我們有 大家其實是同心 要以真誠的土地認同 長治久安的心態 實行這個公共建設 像日治時期這個嘉蘭 我們是唸大俊 現在好像是唸做大俊 很奇怪 這個 然後呢 我們才有辦法 打造這個安居樂業的家園 東方的瑞士 或是全世界移民的天堂 教育 教育其實 因為這個歷史的關係 還有他們的企圖 所以他一直就是隱瞞真相 然後是以企業為導向 你看 我們從小年紀輕輕的 在這種環境下要做十幾年 有些還更久 然後完全呢 是被你侷限僵化的 他不考慮你自己 你本身有什麼特別的天賦才能 他就跟你說 你現在企業需要什麼 你就去做什麼 比較賺 有得吃 然後就是填鴨式的 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 他們要的其實就是奴隸 一個蘿蔔一個坑 你出來呢 就去頂那個位置 他不管你的自我成就是什麼 然後是功利主義為導向的 所以有一段時間呢 企業管理非常好 所以外面到處跑的 都是企業管理的 一陣子呢 變成是資訊管理 又是外面又是一堆資訊管理 所以產生了這個認同錯亂 然後呢 他隱瞞事實 然後跟整個世界是脫軌的 真的說要跟世界接軌 語言 這方面一定要做好的 我們的語言事實上是 形同虛設 不是每一個學生的錯 是我們教育的體制 他刻意就是讓你走不出去 所以我們會產生什麼 個人的潛能難以發揮 所以你會覺得很無奈很迷失 對不對 那你每一個人 你的天賦不能好好的發揮 你就是個人的損失 也是社會的損失 你看這個小baby 其實他出生 其實他對這個世界 是充滿好奇心的 這個時候他的學習力是非常強的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最近我有看到一個報道 他們國外 他們就走這個發掘性向 你一個小baby很小 你這個教育工作者 你要去發掘他有什麼天賦 然後他有什麼天賦 你要適當的刺激他的潛能 然後英才師教 他們這種實驗 測試追蹤了35年 結果發覺他們 每一個人都非常的傑出 非常的傑出 在各個領域 而不是很特定的是電腦 很特定的是藝術 沒有 各個層面 因為這個 蓬勃發展是要靠 每一個人 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存在的價值 就像這個世界 才會多彩多姿 不會只有全部紅色 或全部綠色 所以呢 多樣化個人的才能 才能夠蓬勃發展 再透過這個共享的機制 就是可以創造繁榮 我們就擁有這個 多彩多姿的社會 醫療 健康的身心是我們每一個人 影響的權利 也是每位醫療工作者的責任 這看起來蠻恐怖的 可是很多時候是事實 很多有病痛的人 那一天 那你 那你吃那個 食油那是用梅 那是幾百 照三等吃 又一半是晚上要睡 吃又吃 你把它長期算下來 會像這個樣子 財團的醫療體制 我們的醫療體制 是建立在這個財團底下 然後呢是以利益為導向 不是以每一個人的健康為優先 所以說有一個現象你們有沒有發覺 醫院越開越大間 醫院越開越多 卻看了比菜市場裡面的人還多 怎麼會這樣 如果說你的醫療制度是對的 應該是病的人越來越少 醫院應該是越見越小才對 那怎麼會剛好相反 這個就是卡在這個醫療體制 這個財團的 因為他需要醫療 需要醫藥 然後可以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讓每一個人呢你看 就變你搞得你沒有一個好的身體 你是不是一個家庭 你只要有一個人健康不好 就拖累整個家庭 所以說一個健康的一個好的醫療體制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說在這個體制之下呢 我們人民的健康難以為負 會有資源浪費財政赤字增加 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在這個醫療體制底下 不是沒有好的醫生 絕大部分都是好的醫生 可是呢 他在那裡 變得人家講的 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對不對 你要是太有良心 你就被壓制 因為他們講的是什麼 利益 他們不是 考慮的是每一個人 他的健康的需要 所以說好的醫生 還有醫療技術無法 好的醫療技術 沒有辦法造福大眾 因為真正好的醫療技術 不是沒有 可是 如果他釋放這個好的醫療技術 他就沒戲唱 就沒錢賺 新方向 我們應該是以 維護全民健康為導向 要有健康的那個 健康教育 人家說 不管是中藥西藥 草藥還是補藥 通通都是毒藥 那為什麼 其實我們人體 是非常的精密 是非常的有智慧 其實 西方有一個名醫 他就說 他以前 剛出來的時候 他是用一百種藥 醫一種病 後來呢 變成什麼 剛好相反 用一種藥 來醫一百種病 因為事實上最重要的是什麼 醫生其實只是輔助而已 真正的一個人要健康 是上帝 是我們身體裡面的自我療人 你只要有好的健康環境 好的食物來源 好的空氣 好的水 在加上時間 都可以恢復健康 只要有些是適度的 加以輔助就可以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就是什麼 建立一個優良品質的醫療體系 杜絕這個政黨財團的利益 鼓勵這個良醫 及優秀的醫療技術 還有配合這個環境毒害 這個環境毒害是非常可怕的 各位不曉得知不知道那個精疲毒 精疲毒 我們吃下一個毒好像很可怕 其實更可怕的是經過皮膚進去 我們經過皮膚進去的毒 是90%留在體內 吃進去的毒呢 如果你的肝臟腎臟如果正常的話 那90%排出來 多多拜 所以說 還有很多正確的健康教育 這個必須要落實 如果說這個 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良性循環 什麼樣是良性循環 每一個人如來如健康 醫院的規模越來越小 全民享有健康 有了健康你才會有彩色的人生 對不對 然後同樣的你的醫療支出會降低 人藝健康一定是提高生產力 我們就可以做到護國強民 其次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其次人緣 舊的體制就是依賴人緣 依賴這個石油 煤礦天然氣 還有巨毀滅性的核人 這裡面 它的特徵是什麼 它是一次性的 就是說你一桶油用完就沒了 你這個 一些煤礦一用燒完 就得到另外再去弄 還有它是高污染的 是破壞環境的 還有它是財團壟斷的 然後財團壟斷之外 它就可以動不動給你升油價 動不動給你升那個店價 那你這個 你的平常生活會不會受影響 絕對受影響 而且這裡面這些都需要很龐大的公共建設 這些龐大公共建設的成本 就是轉嫁在這個油價 轉嫁在這個店價上面 這個就是為什麼說我們的油價跟店價 會這麼貴的原因 我們可以創造低價格甚至free的 free the energy 所以你看 你看這些污染的結果 這是空氣污染 這是油污染 這個是日本福島 它現在要花非常龐大天文數字的錢 才能夠去彌補那個核污染 所以我們的新方向是什麼 是要追求高效能 永續化及區域化的 高效能其實 像這個是洋流的發電 這是太陽冷 這是風 風力發電 這是地勒 這是海潮 這個比如說海 它有這樣子漲潮跟低潮的時候 高的時候水流到這邊 低的時候 往這邊流 這邊有鍋輪 有發電機 然後再統籌出來 再連到需要用電的地方 風力這其實都是類似 可是這裡面 有一個特徵 他們都需要 除了這個 這個太陽發電 有時候你可以小小的一些 放在自己的屋頂上面 其他的都需要公共建設 公共建設造成什麼 就是你大幅成本的增加 你大幅成本的增加 你的電費就很貴了 所以這個 可能是一個假議題 所以其實我們的方向應該什麼 次世代的人員 叫做free energy free energy 字意上來看 就像免費人員 或自由人員 其實沒有錯 free energy就是讓解放你 讓你很自由的人量 的那個人員 這是水人員 這是日本在開發的 用水就會跑的車子 這也是都在開發階段 在理論上它是可行的 有幾種方式 電解出氫跟氧 然後不管是 產生電力還直接去驅動內燃機 有幾種方式 另外這個是 這一個是我們地球 它是我們整個地球周圍 是煩惱的很強的電磁場 這個非常強的電磁場 問題就是想辦法 怎麼運用它 這個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 這個是永動機 磁鐵適當的排列 你一轉動以後 它就一直轉 它就一直轉 它跟我們物理學教我們說 輸出的能量 絕對不會大於輸入的能量 可是事實上宇宙的定律不是這樣 因為我們地球是在太空很高速的飛行 我們周圍都是energy 這個是很新的一個東西 就是等離子反應器 這個等離子反應器 其實你看這樣子 它其實像一個九幅的小幹電池 這麼小 這個裡面產生的電是永遠 永遠用不完 這個就跟那個 水晶這個是我們很時常看到的 可是水晶有一個特性 它可以承載很大的能量 還有就是說 它可以承載很多很大的memory 裡面 你如果說適當的經過雷射的激發 產生共振的話 它可以產生無限的人員 這個也是一個方向 所以呢 這裡面的特徵是 它不是一次性的 它是永久的 然後呢 它的成本很低 它沒有所謂的公共建設 小呢你可以家庭 大你是可以一個社區 完全獨立自主 你像我們高砂族的 住在好山好水 我們就可以建設一個獨立自主的一個生活環境 這邊我都跳過去 因為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 像這一個 這個就是所謂區域整合自給自主的維納斯計畫 這是國外現在在進行的 如果配合更新的科技它會更完整 在這裡面 在這裡面 你如果說像我們高砂族的朋友 你不會說一下子公路一段 然後墊一段 什麼都沒了 對不對 你在這裡面完全自給自主 然後沒有那些多出來的公共建設 那叫公共建設嗎 那個成本都非常高 像那些電塔 像那些地下染線 你要水 要牽水管 像我們在高山的話 那你怎麼辦 那個都是大幅的增加成本 你要是能夠做區域的整合 然後區域的能夠自給自主 每一個地方都是區域自給自主 這樣子呢 你可以大幅的降低我們公共建設的成本 就是類似像這種景況這樣子 所以說如果呢 我們能夠一起這樣來努力的話 我們是有可能 生活在很好的環境底下 所以最後呢 我們其實我們應該要 非常感謝我們秘書長 跟我們很多前輩 刻苦犯難 為我們台灣找出這樣的一條路 我們應該要有那種 知福惜福感恩的心 再加上我們前面講的 我們要有那個心態 把這些政策去落實 然後我們真的就有可能 就是創造台灣變成是一個東方的瑞士 移民的天堂 然後我們就有可能把我們台灣成功的經驗 成為世界的典範 因為據我所了解的 台灣會是第一個 第一個覺醒 第一個解放的地區 我們努力看看 看是不是能夠達到 謝謝各位 各位好人請個Clip 走勒 下苦休息 樓下一樓的餐廳吃飯齁 不然那個識別鎮的齁 會到吃飯飯一點 一點以後 一樓辦公室的對面那裡 還沒拍識別鎮的 吃完飯下午一點過後到 一樓辦公室對面的照相室拍照